各位觀眾好 我是魚雞太太 歡迎各位如果一起分享娛樂新聞 感謝您的觀看與訂閱 伴隨著時間的市區 很多老一輩的香港藝人都先後病逝 光今年就有數位老戲古離世 這其中除了吳孟達 廖啟智 唐一聰之外 本月10日的時候 求書黃樹棠亦是不幸去世 4月17日晚 港媒再度傳出悲痛消息 又一位老戲古王忠不幸去世 據瞭解王忠曾在諸多電影中扮演角色 雖然不是那麼鮮明 但卻讓人印象深刻 這次去世的消息也是十分突閃 據悉王忠的追悼會 定於本月20日 地點位於洪勘環宇賓儀館 21日正式出病 說來巧合的是 王忠曾與吳孟達在同一部電影中出現 還曾在一個鏡頭中飆戲 沒想到隔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兩人相繼決事 真的讓人好生悲痛 演員江大衛知道王忠去世的消息後接受訪問 他表示是從朋友口中聽到這件事情 到現在已經失聯十多年了 聯繫不上王忠的家人 嘗試和王忠的親戚打過電話 但是對方沒有回覆 那邊可能是想低調處理 他想看看自己有什麼可以幫上忙的 王忠原名江沛君 是香港著名導演及演員 1947年生 其母親王忠英在上海及香港組建了王室馬戲班 受家庭影響 王忠及其弟弟王清自幼開始接受馬戲班的嚴格訓練 後因馬戲班經營困難 王忠經香港五指唐家介紹進入電影圈 簽約邵氏電影公司 成為龍虎武師 作為一師一友的唐家 亦交回王忠武打工地 1969年王忠簽約邵氏 受張徹賞識 其一名王忠由張徹所取 取自其母親姓名王忠英的前兩字 在未進入電影圈前 王忠便與後來的大明星迪龍江大衛相識 三人亦是死黨 同住在一間宿舍內 而王忠一直被傳聞為江大衛的表哥 實際上兩人僅是童年玩伴 並非表兄弟 初出少事的三年時光 王忠一直出演電影中的小配角並未受到太多關注 直到電影《水浮傳》 王忠在片中飾演拼命三郎石秀 有非常突出的表現 張徹賞一提拔王忠成為主角 王忠也成為王宇 羅烈 迪龍 江大衛 陳官泰之後第六位的張家班小生 1973年 王忠出演其第一部作為男主角的電影《警察》 本片也是王忠的成名作 王忠和迪龍 江大衛 陳官泰組成了張徹在70年代的四大小生 出演了四集市 五虎將等多部張撤電影 除了參演電影之外 王忠亦有份電視劇集的演出 1976年 受力敵電視的邀請參與警匪片《大丈夫》的演出 王忠警察形象深入神心 1979年 王忠參演張國民導演的警匪片《點指冰冰》 此片被認為為香港顯示警匪片的鼻祖 1980年 王忠首次指導電影《金手指》 雖是第一次指導影片 但已經充分展現了王忠的導演才華 《金手指》也為後來的警匪片打下了範本 其後導演的彩線《衝鋒車》《流氓公仆》 亦是香港警匪片中的輕典之作 也影響了其後李修賢 杜其風等人的電影風格 除了警匪片 王忠亦作為導演 拍攝過《恐怖驚悚》片《凌晨晚餐》及喜劇片《長短角之戀》 展示其作為導演的多方面的才華 而王忠近年來被觀眾所熟悉 當時來自於電影《黑社會》中的角色《吹鸡》 吹鸡作為和連勝前化世神 因為不願意交出龍頭棍 而遭到大地的非人折磨 2011年 王忠客傳出演了最後一部電影《保衛戰隊之》出動了 朋友 王忠皮膚帶有古銅色 一片厚厚的嘴唇 其貌不扬 作為演員來講 其外形不如狄龍俊美 江大衛靈動 卻也幸運地受到大導演張徹的賞識 有緣走到目前 在離開張徹後 王忠在貴之虹 楚源等名導的電影裡亦有出色的表演 展示其作為演員的可塑性 拿起導筒後 他展現出自己伶俐的影像風格 成為一代寫實風格的導演 因為其低調的做事風格 何在八十年代少有目前演出 以至於他在知名度上大不如其師弟李修賢 但無可否認 王忠為香港警匪片開宗立派立下了汗馬功勞 他是當之無愧的港產警匪片《書父輩》 而王忠的弟弟則是演員王清 王清曾在《古靈驚探》中飾演《大嘴英》 弟弟王清出演的《荷蘭仔》 至今觀看都讓人恨得啞癢癢癢 而在當時所產生的影響也是巨大的 絲毫不亞於李启明老師 飾演的容默默 當時很多觀眾入戲太深 導致現實和戲劇不分 有一次王清外出坐電梯的時候 遇見兩位韓國女生 她們慌張到尖叫逃跑 更想以手袋打她 令王清哭笑不得 其實王清自從入行之後 因為有著一副天生的惡想 所以常常扮演流氓 打手 黑道大哥等角色 但又因為天生帶有莫名其妙的喜感 所以角色的性質也是半醜訣 其搞笑程度一點都不弱於四大惡人之一的程維安 由於其什麼片都接 所以她所產出的影片和劇集數量是非常高的 但出影券之後 王清加盟TVB 成為金牌配角 她所飾演的每一個角色都堪稱經典 雖然劇集中的面相十分凶惡 但現實中的王清卻十分和氣 平易近身 2011年的時候 王清和周嘉儀合作拍攝《花花式解花佳姐》 劇中兩人飾演婦女 起初的時候 周嘉儀也因為王清的形象被嚇到 可是相處之後她發現 王清非常地有禮貌和修養 而且樂於幫助她解決戲中的一些煩惱 在TVB期間 王清偶爾會接一些閒局 其中讓人印象深刻的 當屬周星執版本《武壯遠蘇琪》中的丐幫長老 曾有人傳王清和江大衛是表兄弟或堂兄弟的關係 但現實情況並非如此 江大衛曾在採訪中透露 兩人並沒有血緣關係 只是兩家人曾為鄰居 而且二人的母親是金蘭姐妹 再加上王清本名姓江 所以使得諸多人誤會他們是表兄弟的關係 2014年王清轉投香港電視之後 先後出演了幾部劇集 雖然是演戲 但可以看出王清依然有些些許許的疲憊 也許她真的老了 而近些年來我們就很少在螢幕前見到她 不過近是港媒致電她的時候 發現她精神狀態非常的不錯 採訪中王清說自己對生死看得很開 我的心得就是不去想生死的事 最重要的是自己想得通 要讓自己保持心境開老 王清覺得生死乃是天注定 自己唯有做好健身才是當務之事 自進入2021年之後 大家非常熟悉的李湘琴 吳孟達 廖啟智 黃樹棠 已經有多位老細骨相繼離開了人世 而王中曾經還和吳孟達有過合作 兩人在短短兩個月內 就先後離開了人世 令人唏嘘 隨著時間的推移 越來越多的資深藝人離開我們 實在是有太多的不捨 而他們曾經在螢幕上刻畫的 一個又一個的角色 都永遠成為了無法代替的經典和回憶 王冊是邵氏電影四大導演之一 最擅長拍攝武俠動作片 是暴力美學的鼻祖 培養了許多導演和弟子 其中拍攝過一部電影《五虎將》 由迪龍 江大衛 陳觀泰 李修賢和王中主演 前面四個都比較熟悉 最後一個 許多人可能不清楚 王中原名江沛君 1947年出生於上海 原本是雜技團的 1968年被張車看中 帶他進入少時電影 從武師一步步做起 之後成為張車的第二代弟子 知道他名字的不多 不過他的弟弟和表弟我們都比較了解 王中的弟弟是王青 江湖人稱大口青 早期和哥哥一樣 都是在張車手下作動作演員 不過形象沒有哥哥好 經常塑造心狠手辣的反派和打手 八九十年代雖然也是反派 不過角色卻喜感了不少 王中常常去江大衛家玩 看到江大衛有妻有子 他容易觸景生情 自己還沒結婚 寧可跟其他人去喝酒 徐少強則說 別帶壞人家老公 笨人罵 王中與江大衛家頗有淵源 一度被悟傳為表兄弟關係 不過經江大衛解釋 即使是同家之好的邻居 王中的母親與江大衛的母親洪威 親屬姐妹 後經江家介紹進入了娛樂圈 被張車賞識 而後加入邵氏 王中和江大衛迪龍 新年在邵氏議員宿舍裡時室友 在雙生片中經常扮演重要男配 被影迷親切地稱之為表哥 而他現在也沒有結婚 基本處於隱居狀態 極少露面 王中他還客串過周星馳《武壮兒蘇啟兒》裡的墨長老 不知大家記得否 再說弟弟王精 雖神和哥哥師徒同盟 但是在事業上卻沒有哥哥那麼幸運 說入行只能做武師替身的工作 入行兩三年後才開始從替身轉做小配角 因形象恐怖 演足48年惡人 在香港的電影和劇集史上 大口青曾留下了諸多經典的角色 觀眾對大口青也留下了壞人或惡人的印象 因為他在過去50年的影视生涯之中 大部分飾演的都是此類角色 王青長著一副青面獠牙的面相 嘴大而且突出 所以得了一個大口青的稱號 而且凭借這副長相 演足了48年惡人 隶屬《倚天屠龍記》中的《青翼福王》 《大唐雙龍傳》的《魯朝子》《金玉滿堂》的《左伯牙》等等 不過講到最深入人心 一定是1980年山狗大口青飾演的山狗五人組的頭目 荷兰仔 當時這部電影火遍了亞洲 荷兰仔這個角色也被視為了經典 至今都讓不少觀眾難忘 不過王青曾透露當年電影上映後 或許是有些觀眾太入戲 分不清戲劇與現實 有次搭電梯時 遇見了兩位韓國女生 他們看到她後 嚇得尖叫逃跑 更想用包包打她 令王青哭笑不得 其實王青的這副長相 真是讓不少合作的女演員誤會過 但是接觸下來後都會覺得王青即時是面額心善 但出影視圈後 她與90年加盟了TVB拍劇 縱然那時只是被派去演小角色 不過她也盡力去演 是TVB不可多得的綠葉王 2011年 周嘉儀跟王青合作拍攝《花花世界花家姐》 飾演《兩婦女》 周嘉儀起初也被王青的惡象嚇到 回相處之後發覺她又有禮貌又有教養 在影视圈摸爬滚打近40年的王青 於2014年轉投王維基旗下的《香港電視》 參演了《我阿媽系黑玫瑰》及《恶毒老神同盟》等劇集 不過她近年一旦出幕前 數年未有待參與聚集 1978年與專外人結婚 結婚第二年便生了長女江凱琳 1985年生了第二個女兒 王青曾與訪問中分享養生之道 她常年保持著一定運動量 平時喜歡打網球和游泳 最高紀錄試過一星期游水四次 此外還要維持正面樂觀的思想 現在的她對生死看得很開 王青宇訪問中說過 我的心得就是不去想生死的事 最重要的是自己想得通 要讓自己保持心境開朗 她覺得生死並非自己能控制 努力強身健體 反而更實際 所以近年的她雖然臉上老的不少 但是身體依然健碩 不少香港優秀的綠葉演員 近年都因為年紀漸漸 慢慢淡出大家的視野 這絕對是演藝界的一大損失 希望新人們可以長江後浪推前來 給大家帶來更好的作品 王青雖然面不猙獰 凶惑 但神撇眉地說 演戲一生也沒有緋聞 說回哥哥王忠 王忠據說沒有結婚 王忠在早年在少世時 和江大衛 迪隆一個宿舍 當時被戲稱為電燈炮 江大衛是張車最寵愛的弟子之一 和迪隆是六七十年代最當紅的武打小生 也是香港首個亞洲影帝 而王忠在這兩位的對比之下有些暗淡 一開始王忠自然出演一些配角 獨臂刀 死角 獨臂刀王 十三太保中都有他的身影 王忠前後兩次參演過《拼命三郎》石秀 分別是《水浮傳》和《蕩扣志》中 第一次做主角是在《警察》中 也是從這開始受到什麼的關注 1974年和江大衛 迪隆 李修賢 陳官泰主演《五虎將》 他飾演一個江湖麥藝的 王忠在70年代除了參演電影之外 也出演過不少電視劇 當時加盟的是莉迪電視台 出演的也大多是時裝情緋劇 1981年和潘志文 朱江等人被批評為高薪五號招 之後遭到莉迪電視台解雇 潘志文曾經是台柱子 第二年又回去了 朱江也是那一時期的當紅小生 後來經過這一件事後轉向影壇發展 王忠則從台前漸漸地轉到幕後 做起了導演和策劃 80年代後 王忠開始自己當導演 1980年一部自編自導自演的金手指首秀就獲得好評 算是香港早期警北編的佳作 作為張車的弟子 王忠在這部電影裡也融合了師父的火爆高猛 故事節奏把孔得到 槍占動作戲驚險刺激 被看作是寫實警匪篇的手段之作 王忠除了演戲 也展現了即在編導方面的才能 後續也相繼開拍了《冲锋车》《流氓公服》《長短角之戀》 可以說是編導演全能藝人 1984年再次參演《恩師張車》指導的《上海灘十三太保》 飾演演進一角 如果想了解張車弟子們的話 可以好好研究每一個人物 王忠之后就基本淡出了演藝圈 但是還是有兩部經典港片不得不提一下 這應該是對他最熟悉的影像記憶 一是周星馳的《武壮人蘇啟兒》裡 他扮演的莫大叔 說實話 不看演員表 估計一般影迷是不會認出來的 另一個就是受杜己瘋之妖 出演《黑社會》裡的吹击 也就是《彎仔話世人》 最後直接被嚇到逃跑被车撞死 王忠和星野也合作過 《武壮人蘇啟兒》中 丐幫長老 莫老三就是他 在蘇燦沒有成長起來的時候 他是整個丐幫的支柱 等到蘇燦當上幫主之後 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也就不幸一密呜呼 2005年杜己瘋指導的《黑社會》 王忠飾演的吹击 是保護龍頭棍的 作為社團元老 被梁家輝飾演的大地山耳光 真的一點面子都沒有 2011年又在保衛戰隊之出洞類朋友 特串出演茶餐廳老闆 王忠也算是電證了整個香港電影的興衰 同時也做出了重要貢獻 如今已經很少再見他和弟弟大口清的身影 祝願兩人身體永遠健康 好了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玉姬太太的視頻 歡迎點贊 分享視頻 並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期再見